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拖鞋們 OK 那基本上呢 這個是最早的一雙就是這六雙裡面最早買的一雙拖鞋 然後呢這一雙我基本上穿出去的次數不夠多 因為我覺得我的腳比較瘦 所以你看它就會有點這樣跑出去的感覺 但是呢我有一個瘦腳的朋友說我很好穿 那基本上呢有的人說覺得很磨腳 不過我有一個好的方法就是說 你可以這樣在家裡先當室內脫 把它這個皮穿軟了之後 因為你在室內的話就是你不舒服就可以把它脫掉 那把它穿軟之後其實之後再穿出去就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那因為其實我平常穿他們家的包鞋是穿37 但是這一雙我就穿36 因為我腳是屬於比較瘦的 所以就小了硬嘛 那我想說這個如果跑出去一點點也無礙這樣子 可以看到就沒有很誇張 對 因為我也沒有很習慣穿拖鞋粗 因為走路會這樣啪啪啪啪 所以其實都是去近一點的地方 所以就比較沒有差這樣子 好 然後這一雙就先放旁邊 然後我記憶當中 第二個買的應該是這一雙 對 那這一雙呢它就是 可以介紹一下 它就是這邊是牛仔布的 然後它那時候就還有就是淺色的牛仔 但是它底部這裡是白色 那我就覺得白色我怕穿了之後 就很容易就是髒髒的我會不喜歡 然後再來就是它有我最喜歡的皮串鏈的元素 然後鞋底是膠底的 我還沒穿出去過 那上一次有穿出去過 但是是去 是放在車上 然後就是腳痛 然後穿高跟鞋腳痛了之後換掉這樣子而已 它們的作用 對 但是其實我覺得這一雙啊 因為它沒有hold的很 就是它腳不是hold很多 所以變成你走路走快一點 其實我覺得會有點不舒服 你穿久了 然後如果有走路走比較長的話 是會不舒服的 然後 但是它鞋底也就是這個軟軟的 我覺得還蠻舒服的 對 這樣子 然後這一雙我看看我是買幾號 忘記了 整個喔 好像沒有寫size 喔這一雙我穿36 我穿它們家也是穿37 就是如果是包鞋的話也是穿37 那拖鞋因為我腳比較瘦嘛 就是 而且你們有沒有發現 這六雙鞋子裡面有五雙都是夾腳鞋 那 其實最大的原因就是在於 就是像這個H 就是因為我腳太瘦的 很容易就是 往前衝 所以呢 我就喜歡買夾腳鞋 因為夾腳鞋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就不會往前衝 對 第二雙皮穿鞋 就是其實我真的還蠻愛它的 然後其實我還也 有一點點就是捨不得把它穿出去 對 好 接下來呢 這一雙呢 應該大家 會有 看過 就是它是在 chonel他們家就是一年有兩次的折扣 然後就是可能就輕庫存吧 然後它就是我最愛的皮穿鍊的元素 然後之前呢 其實 因為它 是因為折扣的關係 所以我才硬買了它 然後之前好像孫芸芸有穿過駝色的 欸 這個也是36C 對 但一開始我覺得它好像蠻硬的 就是它整個鞋底也蠻硬的 然後皮革也 也不算軟啊 但是我穿出去 就是 還 還真的沒有腳痛 對 但是我覺得它就是沒有 剛剛那個夾腳的這個這麼秀氣 這個 這個是稍微比較秀氣一點 可是 這個就是上面會hold住 你就不會覺得那麼的走路走久了 會很累 而且 它這裡有一個這個小小的logo 覺得很可愛 對 這樣子 它其實我覺得 它本來 它如果不是折扣的話 我其實不會買 因為它不是我喜歡的style 我喜歡看起來腳比較修長的 但是它其實是 就是 寬的 對 單純就是因為 好啦好啦是我的錯 是我腳太瘦了 好 這一雙 換這裡 然後呢 再來是這一雙 這一雙也是因為它折扣 然後剛好有我的size 我就 不小心就入坑了 對 然後這個就感覺好像是 腳趾頭帶著戒指的感覺 而且它就是 一整個就是我很喜歡的style 就是你看它細細的線 然後上面的有一個重點 就是那一個鑽鑽的夾腳 對 但是其實我在穿呢 我覺得它新的的時候 它鞋底 因為都是皮底嘛 所以其實是硬的 它還沒穿出去過 捨不得穿 因為我覺得它好美喔 對 拖鞋我也是穿36 主要也是想說我在家裡先試衣 因為其實我這樣子穿走路的話 我會覺得 上面其實有點雷 因為可能那條線太細了 但是粗又不好看 你知道嗎 就是這麼的矛盾 唉 好 然後再來呢 是這一雙拖鞋 這一雙 我覺得很特別 是 其實是有一點為了 我要去玩那個 Wake surfing 就是 要買一個 就是穿了不會掉 但是又 不容 就是一定要有後 我就想說 因為我們都會上船啊 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就想說一定要有後袋 然後走路也比較有一個 就是 會比較好走 所以我不怕它掉了 我要夾腳 夾它 然後剛好我去逛 Rankhofer的時候 就看到這一款很特別 我覺得超美的 就是真的是 就是超級特別 我就一眼就喜歡它 然後呢 所以就買了 算是 對 我覺得就是 它大概折合台幣大概2,100 對 巴西拖鞋的 然後就是有一點 就是 這個珠珠 我覺得很特別 對 好 然後再來就是近期的這一雙 這個算是 新的吧 然後呢 是大的珠鼻子 我喜歡這個珠鼻子的元素 但是老實說 這一雙鞋子 它是非常好穿 不過它一點 它一點修飾的效果都沒有放 然後覺得腳看起來 沒有很優秀的 沒有很秀奇的感覺 可是 誰叫我喜歡珠鼻子呢 然後它是有些 它是有 欸?有嗎? 好像都差不多耶 它好像比這個H高一點點 對不對 就是它們兩個鞋底的 就是它們兩個鞋底的 它們兩個鞋底是有分別的 就是 厚度上 有比較高一點點 而且它這邊有 就是這種軟墊的感覺 對 然後它的這個喔 我覺得這個是皮耶 但是 不是塑膠的 就不是矽膠的 它之前有出過那個矽膠的 對 五珠鼻子 圓梳 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它有一點點根 所以走路會扣扣扣 但是 對 我覺得還 就是舒服的喔 因為它 有到腳背這邊 所以我覺得支撐點 走起路來就很舒服 這樣子 SAMISU加強 加一個這個好了 小豬鼻子 我覺得小豬鼻子呢 穿起來就是 好像有比較修 都蠻好穿的 就是它穿起來 它如果你穿出門 你不會覺得它 如果你穿後面 有一個拖鞋 有蓋起來 你會不會覺得它 好像那麼的 太修閒感 就是我覺得它有 五條 大大小小的豬鼻子 然後又比這個還要 細一點 我覺得它就是 好像比較修氣一點點 你們覺得呢 這樣看的話 是不是覺得這個 好像修氣 而且它覆蓋的地方 比較多 所以就會覺得它 好像修氣一點點 好 好啦 大概就是這樣囉 希望你們會喜歡 今天的 涼鞋特輯 不是 拖鞋 希望你們會喜歡 今天的拖鞋特輯 掰